Hello 好久不见我是Angus 欢迎收看每周360 这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记得按like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So 第一则新闻 Pluto Myvi D01D 的原型车 Diasu Boone 大改款即将搭载全新开发的 1.0 Turbo 引擎 我们都知道第一代和第二代的Myvi 都是跟着Diasu Boone 或者 Toyota Paso 的车型 但是第三代的Myvi设计是由Pluto独自开发 并且获得很好的成绩 不过因为这几年来和Diasu和Protot有着密切的合作 所以新一代的Myvi很有可能再次成为Boone的双胞胎兄弟 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Diasu计划在今年年尾发布这款新车 新车会采用DNGA平台开发 车身线条和性能的表现也会有所强化 听说新一代的Myvi将会有普通版和性能的版本 动力表现更为出色 这款车将会搭载1.0 Turbo 引擎 最大马力输出是110匹还有196牛米 比现在我们在Pluto看到的1.0 Turbo 引擎更为出色 然后我听说下一代的Myvi发布时间是在明年的年头 日本年尾发布 我们在明年年头发布 你们觉得会是同一款车型吗? 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 新一代Boon的车身尺码为3680 x 1665 x 1525mm 轴距是2500mm 这会比Asia大了一点 但是却比Myvi还小 你觉得新一代的Myvi车身尺码可能那么小吗? 第二则新闻 比亚迪在日本进口数量暴增184% 目标是在当地挑战Toyota的霸权 最近根据国外媒体报导 比亚迪在日本的进口数量大幅度增长184% 成功在日本进口市场萎缩的情况下逆袭增长 并且成功在当地拿下约3%的市占率 因为旗下的车款在配备和价格极有竞争力 因此原厂期望未来可以在当地挑战Toyota的霸权 比亚迪的目标是在日本市场挑战Toyota的主导DV 因此比亚迪可能会采取以下的几种策略 第一是比亚迪的先进技术 比亚迪在电动汽车技术 特别是电池技术方面有点优势 这有助于提升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第二是比亚迪的市场定位 比亚迪将重点推行环保经济的电动车 吸引注重环保和经济实惠的消费者 第三是比亚迪的价格策略 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这些都是比亚迪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市场策略 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的快速挣扎 反映了电动汽车在日本的巨大潜力 尽管挑战Toyota这样的巨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比亚迪凭借着其技术优势 市场策略以及竞争力的价格 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取得显着的市场份额 对比2023年上半年 比亚迪在2024年上半年销售量倒增184% 达到了980辆 占据了当地EV市场的约3% 通过持续创新和市场策略的优化 比亚迪有望在日本以及其他国际市场中 占据重要的地位 第三则新闻 Yaris City Hatchback 的对手 2024年MG3 Hybrid 将在泰国发布 MG泰国最近宣布会在下个月 正式推出全新的2020年MG3 Hybrid 这款车型是B segment的Hatchback 搭载了一台1.5L混合动力引擎 综合马力输出194匹 如果没有综合的时候 它的1.5升自然吸气引擎 是有着118匹马力 和它的电动机是76匹马力 并且配备着三档的变速箱 不是CVT 这个动力组合不仅提供了强劲的性能 还提高了燃油的效率 这辆车在外观设计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车身线条更加流畅 前面采用了更有刹技的设计元素 如大尺寸的六边形中网设计 绿绿的LED大灯和时尚的后尾灯设计 让它在同级别车型中更有辨识度 内饰方面 它配备了7寸的Digital Meter 和12.3寸的中控屏幕 支持360全景摄像 也支持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车内座椅采用仿皮材质 座椅提供6项电动调节 并配备有电子手刹 Auto Start Stop等功能 后备箱空间293L 可通过64分割 然后放倒后排座以后呢 会有着1037L的空间 在安全性能方面也做了不少的提升 新车标配了多项主动和被动式的安全系统 包括车道偏离预警 前方碰撞预警 BSM ACC系统等等 此外还配备有6个Airbag ESB车身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和电子自动力分配系统 作为Yaris和City Hatchback的竞争对手 2024款的MG3 Hybrid 凭着它的出色动力表现 现代化的设计以及丰富的配置 有望在泰国市场上取得不错的成绩 其高性价比将吸引大量的年轻消费者和家庭用户 至于我们马来西亚市场 之前MG马来西亚曾经说过 如果要知道本地引进什么车呢 只需要看泰国和欧洲就可以了 他们进什么车我们就进什么车 这样提示已经很明显了过 之前的Malaysia Auto Show 2024年上面Nata GD在本地进行首发 新车拥有酷炫的外形 还有不错的动力表现 最近原厂就确认了这款车 竟会在明年引进本地市场 考虑到原厂在本地会有规模不小的工厂 这意味着这款电动跑车有机会进行CKD 根据Nata Malaysia本地经销商Intra Synergy的CEO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国会得到升级版的Nata GT 而不是在车展上看到的那一款车 它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 不过我猜测啦 最多可能是小小的升级 同时还会进行右驾转换的工作 因为这款车型去年才在中国正式发布 之前我们在本地车展上看到的那款车 是左驾版本的 在中国Nata GT在市场占据了 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 被称为Peng Lanzang的电动跑车 提供两个版本 入门级的GT560 在后轴配备了单电机 功率为231马力和310牛米 足以在6.7秒内完成0百加速 顶配车型是Nata GT580 OVD 在前轴增加了一台电机达到462匹马力 和620牛米的全轮驱动系统 使这款豪华跑车能达到0百加速3.7秒 成功超越大部分的跑车 型号名称中的数字就是它的续航里程 GT560配备着86kW的电池组 而580 OVD 则配备着105kW的电池组 根据我们的消息 公司正努力将Nata GT在我国的价格 定位在20万以下 以保持该车型在我国的运作模式 这个价格又是双门豪华跑车 你有没有一点点的心动 最后一只新闻 Toyota Mirai 遭科学家批评不够清洁 并表示Toyota无新推出电动车 Mirai 作为Hydrogen车的代表 自推出以来一直被Toyota宣传为环保的未来子车 但是最近的研究和科学家的批评表明 这款车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清洁 虽然Hydrogen车在行驶过程中只排放水蒸气 但其Hydrogen它的生产和运输过程并非完全无污染 科学家指出 目前大多数的氢气都是通过天然气重整法生产的 这个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此外氢气的运输和储存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这一步已经不是很环保了 相比其他的汽车制造商 Toyota在电动车市场上的步伐有点缓慢 尽管Toyota在Hybrid车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 但在纯电车方面的投入却不如Tesla、Nissan等竞争对手积极 这让一些行业专家质疑Toyota对电动车的态度和战略 据报道 Toyota似乎更倾向于继续发展它的Hydrogen技术 而不是全力推进EV车 这种选择引起了环保组织和一些科学家的不满 他们认为在当前全球必切需要减少碳排量的时候 Toyota应该更多的关注和投资于EV车 更构历的是 他们要求巴黎奥运不再使用Mirai作为他们的官方车辆 面对这些批评 Toyota公司也有reply的 他们说Hydrogen车和EV车各有优势 未来的交通工具需要多种技术聘存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和环境的条件 Toyota强调他们将注重多元化的环保技术路线 包括Hybrid PHEV EV和Hydrogen车 虽然如此 市场和消费者对Toyota未来在电动车领域的表现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推出更严格的碳排放法规 Toyota是否会调整其战略 加大EV车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OK 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和AutomatG的IG TikTok小红书 我是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